你家主子内伤不轻,这段时间,严禁美酒,这是药方,一日三次,不出意外,三日之内就可痊愈。 另外,不要告诉你家主子,我来过的事情。 楚颖月知道,别乱不会说谎,这才离开,他却不知他刚走出院子。 楚颖月,这是最后一次,这是最后一次我给你机会,你既然,你既然还是选择了他,那就别怪我。 无情,去,把姊妹和粉云叫来,是,主少。 他看到远处,两个丫鬟低着头,急匆匆朝这边走来,楚颖月立刻身形一闪,躲到了暗处。 天哪,公子好可怕,再这么下去,少夫人恐怕会被打死呢。 是啊,也不知道少夫人是怎么得罪了公子,公子平日里脾气可是很好的。 待两名丫鬟离开后,他立刻沿着丫鬟来时的路,竟然快速度赶了过去。 公子,对不起公子,公子,你饶了我吧,我再也不敢了,公子。 刘叔啊,想要爬上我的床,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成亲当日我就和你说过,这辈子我什么都可以给你,荣华,富贵,甚至是万人之上。 可唯独情爱,我给不了你,若再有下次你休要怪我心狠手了。 公子,舒婉知道,公子,有鸿鸿之痴,可是公子,我跟着公子,却并不是为了荣华。 女人的深情又值几斤几两,刘叔娃,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,除非你以死明智,否则,我绝不会相信你。 柳长青扭头就走了,楚颖月在暗中看到柳长青出了院子。 不是她,抱歉。